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草土切割机 首先这个草土切割机是两边都可以切割 两边有两个锯子 然后这个中间是放草土片 草土片放到中间 草土片这个宽度可以通过这个下边这个螺丝进行调整 然后上面有这个盖板叫做压底 然后整个草土机这个开关 触控开关都在这边 一个是启动开关 一个停止开关 中间这个只是灯 然后草土机的两个齿轮是两个面膝带 然后这个齿轮是调节上下的一个高度 通过这个软件 调节上下的一个高度 然后通过这边这个软件可以调节两个齿轮中间的宽度 然后这边 首先就是这个草土的草土切割机 得先要接上这个气管 气管是从这个接气口直接接上的 然后另外就是需要把电力接上电力采用的是380度的动力面 这个可以直接接380度 好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 首先我们要想把切掉的这个草土可以把这个需要切掉的变远 这距离可以挪出来 可以一边切也可以两边切 如果太宽的话 就是两边都调节好距离 但是正常使用中需要通过这个位置 通过这个位置 把水滚 就是水分接上 这样的话这个两个齿轮中间 专门有水的那个温头 可以带切割的过程中温水 这样的话 吸出来的那个效果 会比较整齐 好基本上这个机器随物就是这样 好谢谢